輸入的部分呢 我們前面有看到 上面有所謂的增加小數點跟減少小數點 和這個run的函數有什麼不同呢 特別注意就是說 你如果用上面這個地方的那個 增加或減少小數點的時候 它其實只是把那個 上面的數字把它隱藏起來 實際上儲存在Excel裡面呢 還是沒有經過45路 只是說你畫面上看到 好像有45路的效果 但實際上如果你真的要把裡面的資料 改成真正的45路的話 那一定要用run的函數 比如說我們舉個例子 假如說我今天把這個裡面的值 要45路的話 那這邊的話我可以用一個run的函數 所以這裡的話你可以找到全部裡面打一個r r-u-n-d 這裡你往下找run的函數 然後按一個確定之後的話 再來這地方呢 你的值是在這裡 然後呢你的lumber 這個地方的話 取得其他小數點第幾位 你可以輸入0 0的話呢就是25 25按一個確定 確定之後你會發現呢 它就幫我把結果 這個裡面的結果變成小數點 到第0位 25 那實際上你可以用什麼增加小數點來看 實際上你增加小數點 裡面還是0 沒有東西 可是如果說你今天 我等於什麼 等於這一個 比如說我把這個值丟過來 按個打勾 那現在是24.68 如果你用減少小數點來看的話 它變成25 但實際上它存在裡面的 這個還是24.68 那這個是真的已經把裡面的值給去掉 那底下的部分也是一樣 把它往下填滿好了 那填滿之後的話 如果它取到小數點第一位 第一位的話 你可以把這個0改為1 1的話之後按打勾 打勾之後呢 它就取到小數點的第一位 那你可以把這個減少小數點 因為我只要到第一位 所以你可以把後面的0把它去掉 有沒有把它去掉一下 那你可以看到 小數的第一位的話 就是這個5嘛 45進位之後 這24.5 那底下這個是到第二位的話 那這個地方把它改為2 改為按打勾 打勾之後的話 你可以看到 這個它會把658 8的部分的進位 進位的話呢 可以把這個地方 直接再進一位 那另外的-1 -1的話是取到 以-1的部分呢 等於是取什麼呢 取這個小數點 往左的方向 也就是說 把那個24 這地方有沒有 4的部分呢 把它 應該是取到小數點的這一位 所以呢 4的部分呢 就會把它去掉 那如果說我這地方 把它改成什麼 -1的話 -1 答案應該多少 應該是20 為什麼 因為4的部分 就會被去掉 那把它扣掉 再來的話呢 如果是-2的話 那答案應該是多少 那應該就是 應該就0 為什麼 因為2的話 它會把它去掉 OK 所以就0 所以結果你可以把小數點去掉 那再來的話 負的值的部分的話 如果小數點第一位 它一樣 這地方 我們來看一下 這地方如果是 我要取到小數點第一位 那答案應該多少 負的值其實 我印象中也是一樣 24 有沒有 反正也是一樣 是沒有影響 所以你可以把小數點去掉 留第一位就好了 那這個格式 跟這個run的兩者之間 是可以互相併用的 一個增加一個減少 那一個是真正run的把它run的出來 那另外底下還有兩個 一個是run up 一個是run down 那這個run up跟run down 我想顧名思義應該可以理解吧 上面是似捨無辱 下面是什麼 無條件敬畏 你只要有數字 它就幫你敬畏了 點1-2 一直到點9 都是反正就是無條件敬畏 那run down的話 就無條件捨棄 所以這部分我想 各位也把它試著完成 然後練習看看 畫面先換給各位一下